各位大家好,首先欢迎各位再来到我的课程 在这一节课呢,我们继续来说明这个架构师怎么做这个设计的决策 也就是哪些这个知识,哪些内涵该放进去积累,哪些内涵该放进去质累 那么而且怎么设计接口,把两种内涵把它组合起来 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把重心放在这一个地头舍 也就是APP开发者 就是APP的开发者 APP的开发者,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把买主 的需求 把它转变成知识 再把知识呢 转变成代码 为什么?因为买主呢 通常不会写代码 买主通常不会写代码 所以要有APP开发者来帮他 写代码 那这就是APP开发者的事 所以APP开发者呢 我们又称为地头舍 称为地头舍 相对的 这一个苹果 这一个微软 Google 叫做强龙 那么APP开发者 相对上 叫做地头舍的角色 那地头舍的重点 就是 写T 的代码 写T的代码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就是 因为他写代码 所以我们这一节呢 就来看 代码怎么写了 所以他第一个 买主来了 他知道选择哪一种 播放器 而且选择播放哪一首歌曲 哪一首歌曲 这就是买主的知识 但是买主呢 他不会写代码 因此呢 就请APP开发者 帮他写代码 写完代码是要 放在籽类里头 成为籽类的内涵 那我们用图来表示 这是基类 上面service是基类 这是Google已经写好了 强龙写好了 那这个地头蛇呢 就是有APP开发者 来写代码 放进去 这个 实类里头 那这个J口呢 是由Google锁定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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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i 都是强龙 所定的 就是强龙的架构师 决定了这一个 知识的分类 然后 把 这个第一种知识 先写在1 而且把J口 设计好 然后 让 APP开发者 来帮他写 类类的代码 类类的代码 为什么呢 因为买族 来自全世界各地 所以呢 有当地的 APP开发者 来帮当地的买族 来写代码 这是合理的 这是合理的 再来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好 看一个例子 就可以实际来 看看代码怎么写啦 好 那 这一个 有买族来了 他才知道 要用哪 用这个小县城 他 用这个小县城呢 来 执行一个 任务 那因为买族才会知道 要执行什么任务 但是买族不会写代码 就 请 APP开发者 帮忙啦 去把 他的这个需求 就是 任务 把它写成代码 就是把这个执行的任务 写成代码 再把它放进去 之类 这就是 APP开发者的任务 所以呢 那这一个部分 能然 在这个 Java里头 已经把这一口都定好了 这是 1 这是 I 强龙都定好了 那么 地头舍呢 就依照 买族 决定任务 APP开发者 把它变成 知识跟代码 写进 这个子类里头 写进子类里头 OK 所以 变成APP开发者 写的是T 写的是T 这样 那这是 A1开发者的 任务 那我们就来看咯 这一个 这一口 有没有 这代码 这个是这一口 是不是Google已经定好了 就Java里头 已经定好 这是I 那 写一个T 这边是 写T T去实现 这个I 要实现I 因为Rongable 里头有一个函数 叫做Rong 所以这边要 实现一个函数 然后把任务 写在这里 这就是 小线程 要执行的任务 把他写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 APP开发者 要写的 就是 APP的 开发者 的工作 就是写这个代码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 EIT 就是一个代码的造型 那这个我们用一般的就是 E 这是E的部分 OK 这是I 这是T 只是 我们有提到过 这是EIT的一种不同的形式而已 变形 OK 就是说 这种的变形 写成代码 就写成这个样子 用implement 那么如果呢 是这种的 呃 变形呢 那么 他的写法呢 就有点不一样 啊 用attend 啊 这是鸡类 啊 这是鸡类 啊 这是子类 啊 用鸡类 子类 的关系 用attend 来表示 这就是 所以 这个 啊 EIT造型呢 就是代码 直接就对应到代码 一样的 把要执行的任务 写在子类里头 写在子类里头 那这就是 呃 地头舌的任务 APP开发者 所写的代码 那 这个就是 呃 子类呢 其实 就是T咯 所以 地头舌 都是写T 那接下来呢 地头舌 还有一件事情 刚刚是 创建的T 那么 T就等于轮胎 啊 就是扮演轮胎的角色 但是 地头舌 还有一个任务 装配 啊 要把它装配到 E里头 因为 强龙 把E跟I 做好了 啊 这是 E跟I 是由强龙所做的 那 产生T 是由地头舌做的 装配 也是由地头舌 啊 所以呢 啊 装配了之后 再来 启动引擎 就可以跑起来咯 啊 就可以跑起来 OK 这个轮胎 这就是地头舌 除了写T之外 还要写代码 来做装配 把T 这个轮胎 装配到E这个引擎上 然后呢 装配完毕了 就可以启动引擎 引擎 就可以透过JECO 来 调用 轮胎 啊 也就是来带动这个轮胎 因此 这个车子 就跑起来了 那 这个 就是 写一个 例如说写一个JMAT 啊 写一个JMAT 然后 再来把它装配 啊 装配 依照这JECO 装配到这个引擎里头 然后再来 就可以启动啦 START了之后 就可以扣下来了 OK 他的动作是这个样子 啊 也就是说 由 主线程 来 创建一个小线程 来 执行 这个任务 那他的过程呢 就是 有分工 粉红色的部分 是强龙做的 那么 黄色的部分 是地头蛇 所以这是一个 分工的 做法 所以EIT 它不只是 一个 基本的 代码造型 其实它 背后 也支撑了一个 强龙 地头蛇的 分工模式 好 让强龙 跟地头蛇 可以 做分工 而且 可以做合作 所以 这个 这边呢 也是地头蛇 也是 APP 开发者写的 也是APP的 换位 第1个 send new 这个 引擎 send new引擎 send new引擎 然后 把这个轮胎 的指针 因为就是对象嘛 把指针 抛进去给这个引擎 那这引擎 就两个 就引擎跟轮胎就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之后呢 就可以启动线程 启动线程 就可以 从 引擎 去 执行 透过 接口 或 透过 run 的抽象函数 去 执行 这个 Task 里头的 run 函数了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他 去调用 start start再调用 run 这个接口 然后 透过这个 控制 环转 IOC 而调用到 Task 的 run 他的结构就是这个样子 以及他的 执行逻辑 那 这个就是 当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 那么直接 叫new task 就可以了 因为 这个子类 因为new这个子类 因为 在new 这个子类的时候 他自动会去 调用这边的 构造式 去创建 这个基类的对象 所以 当采用继承的时候 只要new 子类就可以了 因为 这边自然会有一个new的动作 把激烈的对象 new起来 好 也就说引擎是由轮胎new的时候 自动把它new起来 但是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必须分开的new法 就是 先要 new引擎 再new 轮胎 或者是 先new轮胎 或者new引擎 要分开 好 这是 这是 EIT的造型 长这样子的时候 它的new的过程 是不一样的 好 它必须分开来new 那么 如果 如果是这个结构 那么 它只要new task new子类 就可以了 好 所以 只要new一个task 的子类 它就自动的把 引擎 给 拎起来了 因为 这是T嘛 然后 它自动会把 B也拎起来 好 而且 它 会把它装配起来 这是它的 继承的时候 用etend 扣充的时候 它的基本做法 之后 直接调用 它的start 就可以了 OK 那这个过程呢 就是 我们 一般来讲 会 透过 这个 Android的 这个 myactivity 或者是myview 然后来 启动它 启动它 因为刚刚这里头是透过 Java的界面 这里是透过Java 那我们现在 这里只是把它配上Android 好 在Android的环境里头 这是Android的 基类 然后 产生一个子类 那它会先从这边调用 on draw on draw的时候才会产生一个 啊 去 cost start 有没有 然后 再来 调用RUN 就是 扣on draw 之后 扣start start 会扣到RUN RUN 再往下 扣到这里的RUN 对不对 这个RUN的时候 还可以再 过来 调用它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出来 这个函数 是 主线程 在跑的 这个函数呢 是 小线程 在跑的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我们等到 专门讲 我们会后面会有一节课 专门谈这个县程 的创建 与执行 这里只是让你了解说 这一个 刚刚在上面 这里头是用 zman 来担任 装配 轮胎的任务 那装备轮胎 有两种装备法 一种是 属于 一般的 EIT结构 是这种 NU法 跟装配法 一种是 ETEND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它的NU 值类就可以了 那 这里头呢 是在说明 在Android里头 我们并没有 jman 但是我们可以用 myview 或者是myactivity 来做这项任务 OK 那 它只要 这边 NU它就可以了 只要 这边 NU它 那么 它就会 啊 这边会把它 NU起来 而且会 组装在一起 好 这个就是 NU完啦 装配完毕啦 就可以 由 这边 call on 再来call start 再来call run 再来call到这里 再来call这个run 再来call到 do update call到这里 OK 它的一个 逻辑顺序 是这样 好的 好 那 这一个 粉红色的部分 是属于 强隆写完啦 对不对 这一口呢 run 也是强隆定义好啦 on 也是强隆定义好啦 这个i也是强隆定义的 也就是强隆的架构式定义的 那么 这边是ap开发者写的 你看 实现工作 实现乱 都是ap开发者写的 OK 这就是 强隆跟地头舍的分工 好 那 那我们刚刚 我们刚刚是从代码当中 让你去理解 这个 eit 本身就是代码 那么 写 app开发者 就是写 T的 代码 那么 我们再来从 啊 这个 人生活当中来体会 两种知识 OK 刚刚是从代码 现在 我们再 回到 生活面来 那 那这就是 我们买族来的之前 先把 桌子 就火锅店的桌子 先把它挖洞 先把它挖洞 然后 挖出来的东西在这里 那这里的为什么要挖洞呢 因为 买族来了 之后 来了才知道 要吃什么火锅 可能是 全部是辣的火锅 可能是像这种鸳鸯锅 所以 这个 买族来的知识 之后才知道知识写在这里 好 那 事先就把它分开来 所以 一开始 架构师 就会把它 知识 依照买族来的分成两种不同的知识 一种是 舟子的知识 一种是锅子的知识 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之后 再用这一口把它接起来 这一口 接起 好 那 这就是 从火锅店的例子当中 你可以去理解 为什么 火锅店 要把 桌子挖洞 好 因为 只有 这个买族来的之后才知道要吃什么锅 所以才把它配上去 所以 装配 有没有 就是 买族 还没有来的时候 先做桌子 先挖洞 然后 买族来的之后 就可以决定 有没有 这个锅子啦 决定里头的材料 之后呢 做装配 做装配 装配 装配就是合 所以呢 一开始 先做分 先做分 然后 之后呢 透过这一口 做合 OK 所以 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 买族来的之后 才能提供的知识 就是 哪一种火锅 哪些菜 对不对 这些知识呢 我们称为是第2种知识 所以 这种知识呢 把它转变成代码 然后 写进去纸类里头 成为 T的内涵 成为T的内涵 再来 我们从食谱为什么 会有点菜单 因为 点菜单里头呢 就是买族 的需求 在事先 我们就会知道 譬如说 你要做这个 蚂蚁上述 那就是依照食谱 事先就知道 到底要配什么 但是 至于里头呢 要有多少花椒 辣椒 等等的 或者是说 要 这个 点几道 这些都不知道 比如说我们知道每一道菜 的这个内涵 但是 我不知道点几道啊 或者是要加辣啦 或者要加 花椒啦等等的 所以我们会有点菜单 对不对 会有点菜单 所以把买族来的之后的知识 写在点菜单里头 把买族来 之前已知的知识 写在食谱 对不对 好啦 客人来了 再把这两个 结合起来 再把点菜单的知识 再把它送回来 也就是说 食谱来调用 透过这一口 来调用点菜单 点菜单 再把它的内涵 把它 回传给 这个食谱 因此呢 就变成一个完整的食谱 既然是完整的食谱 就可以出菜啦 OK 就可以出菜啦 所以买族来了之后 才以这道知识 就写在点菜单里头 这是第2种知识 把这种知识 写在 T里头 成为T的内涵 OK 成为T的内涵 同样的 这在引擎也是这样 在买族还没有来之前 引擎是已知的 引擎是已经做好了 买族来了之后 才去 跟固特医 拿轮胎 再把它装配轮胎 装配上去之后呢 才可以 从 引擎透过这一口 来转动这个轮胎 来转动这个轮胎 一样的 在买族还没有来之前 因为不知道 这个车子 是要在沙滩上跑 还是要在街道上跑 还是要在高山的雪地上跑 所以呢 我们 在客人还没有来之前 在这一段 架构思先决定做分 把这一个轮胎 跟引擎 把它分离 把它分开 好 买族来了之后 再做装配 装配就是合 所以是分跟合的 两个基本动作 所以 买族来了 才知道 要配哪一种轮胎 因为 有可能在 沙滩 雪地 等等 是不一样的 OK 可能是不一样的 那这是第2种姿势 也是写在踢 好了 我们就到这里现在休息一下 我们已经 让你了解了 这个 买族来的之后 地头蛇 怎么协助 把买族的需求 转变成 知识 转变成代码 再把它 写成为T的内涵 那 无论是代码 或者是 我们的 火锅店 还是 我们的汽车 还是我们的食谱 其实 道理都是一样的 先做 分的动作 然后 然后 把某些知识 放在机内 某些放在子内 之后呢 设计接口 然后 真的买族来了 就把它做 合的动作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